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以色列方面傳出了消息 在美國政府向以色列施壓的情況下 以色列和記黃報痛失了 全球最大的海水化碳廠的建造合約 到底是發生什麼事呢? 根據彭博消息和耶路撒冷時報的報導 美國方面向以色列施加強大壓力 以色列被要求要冷卻與北京之間的關係 在兩個星期前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親自飛到以色列 與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湖會面 在這個會面當中 兩人談及到 究竟中國在以色列的經濟結構裏 是在發揮什麼作用呢? 當時 蓬佩奧特別點名 說對於以色列和記黃報 參與海水化碳廠工程招標 表示擔憂 到底這間化碳廠有什麼駕駛堂 要由蓬佩奧親自開口表達擔憂? 原來這個名為索萊克二期的海水化碳廠 就是位於特拉維夫爾南大概15公里 這個海水化碳廠在2023年完成之後 估計每一年的產水量達到兩億噸 將會是世界上規模最大的液滲透海水化碳的處理工廠 除了它的規模最大以外 更加重要的是 這個海水化碳廠的位置 原來與索萊克核子研究中心 和柏勒馬希姆空軍基地非常接近 美國方面擔心 一旦這件事由中國公司中標 中方的工作人員 有機會在施工過程中順便收集情報 而且這個基礎建設說明是全球最大規模的海水化碳廠 一旦起好之後有什麼衣動 就會對以色列的經濟和社會環境造成非常嚴重的損失 所以由蓬佩奧親自開口施壓 終於叫停了 這件事反映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訊息 就是美國在審視一家公司的來源地和資金來源的時候 很可能已經將港資視作為中資 大家看到他的態度非常不友善 簡直將港資企業也是拒諸門外 所以誠哥真是動息先機 早在十年八年前已經開始部署分散風險 不要將所有的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 不斷地去外國進軍 不斷地投資一些外國的基礎建設 終於來到今時今日 中美這個關係 逐漸緊張 已經開始出現新冷戰格局的時候 現在才想著去外國投資的基礎建設也好 或者其他東西也好 基本上都是太遲了 因為外國已經當了港資企業和中資企業沒有分別 所以怎會還讓你去購買當地的基礎建設才行 豈不是整條命劃都被你握住了 人家才沒有那麼愚蠢 至於香港那群大富豪 如果他們的資產組成結構 大部分都是位於中國或香港的話 那我真是祝他們好運了 大家可以看回自從49年之後的歷史軌跡 就可以預視得到這群人的下場是怎樣的 所以誠哥真是厲害的 能夠動息先機有先見之明 能夠看到十年甚至乎是二十年之後的大勢 所以誠哥你說是不是好東西 至於其他那些簡直就是望塵莫及 難怪誠哥在每一次被迫要進行表態的時候 他總是能夠發出一些和其他富豪不同的聲音 包括上一次 全世界都登廣告 全部登出來的都是一式一樣 唯獨是誠哥 他就是有本事搞一個黃台之瓜 何堪再摘的廣告出來 至於今次就著國安法表態 誠哥也是別樹一次 他就沒有直接說支持這兩個字出來 他怎麼說呢 大公文匯引述了誠哥的說法 任何國家對自身國家安全問題都有權責 大家不必過分解讀 通過港區維護國家安全法 希望可以舒緩中央對香港的擔憂 發揮長遠穩定發展的正面作用 同時特區政府責無旁態 要鞏固香港人對一國兩制的信心 以及強化國際社會的信任 他就不像其他人那麼老土 一味就要大喊支持 強烈支持等等 誠哥就有他自己的一套 當然陶傑就對於誠哥這番的說法 是有一個解讀的 就說誠哥其實就是搞一個春秋的不法 其實暗藏就是對於林鄭的諷刺 陶傑的解讀是怎樣的呢 他就說整段文字的重心 就在同時之後 即是說特區政府責無旁態這一句 陶傑就說 責無旁態即是林鄭月娥沒有盡責任 令到中國政府、香港人 以至西方文明國家為首的國際社會 對香港失去了信心 他就說 李嘉誠一劍出竅 同時劍指三大越位 因此今天的亂局 第一個要負責的就是林鄭月娥 七七七事變 林鄭是香港史上的頭號罪人 也很可能是二十四紀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引爆人 陶傑就勝責 誠哥的回應就是春秋之筆 我也很同意陶傑這番解讀 實情有些網民也翻查了 當年誠哥在六四事件後 即是九零年 曾經跟過時任的國家領導人鄧小平會面 當時老等說過什麼 老等在談及一國兩制的時候 就說不會變 沒有可能變 不是說短期不變 而是長期不變 即是說是五十年不變 而五十年之後更加是沒有變的道理 當時說到順勢彈彈 但現在一執行起來的時候 是一個什麼模樣 大家便一清二楚 對不對 所以在這個角度 哪怕是最高領導人答應了你的事 你也是不能夠相信 因為變與不變 傳言在最高領導人的一念之間 當時他說不變 但是中間隔了幾代人 當時說要變 那怎麼辦 所有之前承諾的東西 就全部都不算 而且這個漏雜不僅是大陸這樣 香港那班官完全是承襲了 在2015年的時候 一隻二隻就出來說 說這個國安法是不可能 放在基本法附件三當中在香港實行的 包括時任的律政司司長袁國強 包括時任的全國人大常委范徐勵太 包括時任的行政長官梁振英 都曾經作出過這番的說法 但是來到今時今日的時候 又轉口風 就算是同一個人 他都可以在不同時空 說一些完全推翻了當時的說法 所以在這個角度 承諾是沒有意義的 是很廉價的 答應你托搭都可以 做不做到才行 這個承諾是否永久才行 比婚姻還差 一段婚姻來講 如果那個男人爛嫖爛倒 爛滾又不給家用的老婆 那老婆也可以和老公離婚 但是這次香港是局食的 所以你說多麼可憐 這就是人治和法治的分別 人治就是告訴你 一個最高領導人答應你什麼什麼 叫你去相信他 法治就是白紙黑字寫清楚 所有條款 所有承諾 是要遵守的 這個合約精神 而且那些條款的標準 是一以貫之的 不會搬籠門 不會變來變去的 所以為什麼在人治的角度 承諾這麼廉價就是這樣 因為根本上作出承諾的人 他都沒有打算遵守承諾 更何況就是 就算他不遵守承諾也好 你咬他吃 你可以怎樣 你又不能夠有什麼反制 或者制衡的措施 你只能夠逆來順受 所以怎麼會是支持人治 怎麼會是判斷什麼言人政治 剛好上台那個 是愛民如子就好 如果是暴君的話 那就糟糕 所以判斷賢人政治 比買六合彩更差 六合彩買了不中 都是二十元而已 喂 如果你這樣賭不中 一個是賢君 弄了一個暴君上去 分分鐘就受一輩 所以為什麼民主制度這麼重要 就是這樣 民主也不一定是選出一個賢人出來 但是如果選出一個賤人出來 就可以用選票踢他走 現在就是不行 那些藍絲到底是否明白 一邊在這裡拍掌叫囂 國安法 請看四九年之後的歷史軌跡才在這裡拍掌 一群人都不知 最後我想分享一下 鍾士元大Sir 他在1984年的時候 曾經說過 香港人對於九七是有什麼擔憂的 我覺得值得分享給大家聽 他就說 第一擔心將來的港人治港 實際上是驚人治港 中國表面上不派幹部來香港 但是治港的港人也是由北京控制 港人治港又變得有名無殺 已經中了 而且林鄭早就已經變成了一個傀儡 第二個擔心就是 九七之後 中國處理香港事務的中低級幹部 將來在執行上不能落實中央政策 不能夠接受香港的資本主義和生活方式 處處干擾 這就是西環 第三 雖然港人絕對信任鄧主任和現在的國家領導人 但是擔心將來的領導人又走極左路線 改變現行國策 否定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政策 使到五十年不變的承諾全部落空 又中了 所以鍾士元其實也是看得到 基本上一國兩制就是搞不定 只不過是權宜之計 只能把當時的香港人留下 就是要維穩 當時的目標就成功了 事隔二十三年後才搞國安法 老實說香港人這二十三年都賺了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